继续来关注的是国际焦点乌俄战争 乌克兰大反攻在巴赫姆特持续有进展 过去一周推进了三平方公里 总计收复了47平方公里的土地 另外乌南在突破俄军防线之后 也越打越顺手 逼得俄军得加派兵力 抛出手榴弹和俄军在巴赫姆特边界激战 乌军的联合突击旅 在巴赫姆特临近小镇 克里斯奇夫卡猛攻 让这里成为近期反攻的主战场 明宅都被炸得焦黑残破 乌克兰媒体报道 乌军在这里使用极树弹 击退了俄军的步兵 和机械化缕的无人机战术配合 终于在过去一周推进三平方公里 解放面积已经达47平方公里 天都还没完全亮 就准备前往沙迪 豪沟里的咖啡是他们一天之内难得的平静 顺便还自制要送给俄军的小礼物 这几名乌军随后开始非常专注的滑手机 这当然不是随便乱滑 而是在找目标 我这里的高度约10米 他并不实际上显身 据今会神找到目标之后 乌军仿上了特制的汽油弹 这杀伤力更大 能更有效率的攻击 乌军在巴赫姆特攻势没松懈 无人机日夜接力狂轰 乌军自爆改良大陆制的无人机来当武器 乌克兰利用这样的无人机 要找的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并且要摧毁他们 跟着无人机视角 一边监控的是指挥官 不过很可惜 这次的任务无功而返 要轰炸的俄军防空系统已经撤走 但是并非全无收获 CN直击的这支部队 在乌南的主战场闸坡若热 乌军要往南宫 切断俄军补给线的必经之地 也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最新视察的战区 泽伦斯基是在宣布撤换国防部长后 亲自烙军稳军心 但另一方面 俄罗斯的总统普琴 要搬救兵了吗 2019年金正恩和普琴 就曾经在俄罗斯的远东城市 海生威见面 这一次在战争之下的会面 可能更不一样 这指的就是俄罗斯 可能向北韩寻求弹药 以及反坦克飞弹的火力支援 确保在对乌克兰战场的弹药无虞 而北韩也有所图 目前报道 金正恩可能在9月10号到海生威 参加东方论坛 很有可能就是和普琴会面的时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一边打仗 一边忙着巩固盟友关系 除了跟白俄罗斯 以及中亚国家举行军演之外 根据南韩的情报 普琴还打算在跟金正恩会面时 向北韩提议 找中国一起举行三国联合军演 军机成队飞行 散兵一个接一个跳下直升机 战斗兄弟2023联合军演 俄罗斯盟友集结在白俄罗斯 包括哈萨克 吉尔吉斯和塔吉克 都派军人参加 除了作战演练 还模拟了核灾爆发 这场军演引来波兰抗议 因为地点距离华沙不到200公里 不止波兰 包括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 也有意见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演习不对周边邻国 构成任何威胁 大陆官媒帮忙俄罗斯说话 恐怕是因为中国也要做 一样的事情 根据南韩情报 就在7月底这个时候 沙域谷问金正恩 要不要办史上头一遭 朝中俄海上连演 甚至传出 这个月金正恩即将访俄 讨论北韩军援俄罗斯 克里姆林公四处找盟友 难道武器真的快用完吗 连美国也指控南非军援俄罗斯 不过南非坚军 但俄军需要的不值武器 根据英国情报 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和哈萨克 大打网路广告 只要帮俄军打仗 除了先给超过台币16万奖金 接下来每个月 还有6万3千台币薪水 想用钱买战场兵力 看来俄军人力物资都缺 却还敢惹北约 乌克兰多瑙和港督雷尼被炸 而的另一侧就是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成亲没达到自己境内 但乌克兰不这么认为 而俄军一边轰炸粮食出口港 又邀请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来到莫斯科和普清谈谷物协议 给足面子当着普京的面 呼吁乌克兰态度别这么强硬 但埃尔段期待俄罗斯重回黑海 谷物协议却没实现 领受会面空手而归 不过关于粮食出口 俄罗斯有自己的想法 不过这个酝酿中的协议 只提到俄罗斯谷物 并没有乌克兰的份 乌克兰粮食恐怕还是没办法 从黑海安全出口 TBS新闻继续报道 是的没有错 黑海谷物协议中断 仰赖乌克兰谷物的国家 再度陷入缺粮危机 偏偏这个时候 国际油价再度走扬 已经被通膨所苦的各国 民众生活越来越艰难 像是巴基斯坦店价暴涨 吃掉一般家庭一半的收入 黎巴嫩则是没钱买燃料发电 导致无法抽地下水 演变成缺水危机 巴基斯坦人进来的全民运动 就是咆哮 示威 烧账单 电费太贵付不起干脆一把火 点燃账单泄愤 怒火还延烧到全国各地 各行各业串联大罢工 这把火药从八月中说起 巴基斯坦人陆续收到电费账单 上面的数字简直难以置信 就拿这四口之家来说 爸爸在私营公司担任职员 每个月赚5300台币 已经算是脱贫了 没有想到一看账单 电费竟然高达2700台币 吃掉整整半个月的薪水 近来巴基斯坦通膨恶化 物价已经涨破三成 电价更是飙涨一倍之多 电费占据一般家庭的收入 已经达到了四到六成 相对台湾家庭只占不到百分之一 这压力是我们难以想象 更讽刺的是 巴基斯坦才刚刚获得 国际货币基金 30亿美元的澳元 然而附带条件就是要改善财政 政府要尊洁 竟然就先取消电费补贴 老百姓为蒙其力 先受其害 夸张的还有油价 巴基斯坦人均GDP是台湾的21分之一 每公升柴油却要价32元台币 竟然还比台湾贵了三块钱 背后的原因还是战争 倒计国际油价降不下来 连带发电成本变高 衍生的不只有缺电 还有缺水危机 中东国家黎巴嫩的全民运动 就是拿塑胶桶 想办法取水回家 就连孩童也得帮忙搬水 干燥多山的黎巴嫩 全靠挖井抽取地下水 然而黎巴嫩货币狂便 根本就买不起国际市场上 昂贵的柴油 没有柴油发电 就没有电抽水 缺电缺水危机通通来 我们今天 要确保水 无奈生活已经苦上加苦了 黎巴嫩的通膨率 已经连续五个月 超过惊人的百分之两百五十 惨况全球仅次于委内瑞拉 货币狂扁百分之九十八 导致长达三十七个月的 恶性通膨 更惨的是 接下来恐怕连求个基本温饱 都成奢望 北非国家图尼西亚 早上九点钟 公营的面包坊一开门 民众就大排长龙 来抢购便宜的公卖面包 但看看这货架上空荡荡 只有少数的人买得到面包 其他的人拎着空袋子来 拎着空袋子走 买不到赖以为生的主食面包 全是因为小麦大缺货 就连替代的粮食 百米也跟着短缺 每年图尼西亚内需小麦三百万吨 超过一半仰赖进口 偏偏49%的进口小麦 就是来自战火肆虐的乌克兰 不只是图尼西亚 前面提到的黎巴嫩 高达74%的小麦 从乌克兰进口 巴基斯坦也有59% 都因为战火几乎要断粮 今年7月俄国退出 黑海股物协议的时候 乌克兰小麦就运不出去 导致国际小麦价格大涨11% 土耳其总统安尔段 试图斡旋恢复协议 但是跟俄罗斯总统普京 见了面之后 还是没有传出好消息 偏偏就在此时 乌克兰南部的重要港度奥德萨 又连续遭到三波的 俄军无人机袭击 严重破坏谷物的出口设施 只要战火烧个不停 全球粮食跟能源危机恶化 苦的绝对不只有乌克兰人 提供前赵报道 下面的快速反应连 去年接装了65辆美制的挑战者 重型机车 动力更大 操作更轻巧 不过在防卫作战的构想变化之下 新车是否适合城镇作战 也一度遭到质疑 因此部队官兵 持续地进行换装训练 用全新的车体 熟悉队形的表演 跟战备演练 来看我们的独家开箱报道 学问 阅兵分裂是不过小菜一碟 近距离队形交错 考验官兵心脏和超车稳定性 我们必须与前车保持相等的距离 以及左右临兵相等的距离 同时也要做到标骑对阵 那如果你没有在这一个方面 下足功夫 下足苦心的话 一下子我们车子就会超出了 第一次骑的时候 就是很紧张 心里就是很紧张 我就怕倒车 所以就一直晃这样 大晃 就可能晃去撞别人啊 什么之类的 总价6000万元 65辆美制印第安 挑战者重型机车 宪兵在2022年11月完成接装后 用了十多年的日归皇家之心 正式走入历史 排气量一口气从1300cc 拉高到近1800cc 巡航距离也能上看300公里 车重减轻了37公斤 车体虽然略长 却有着更短的轴距 而高机动性能否充分发挥 端看车手基本功 在学习新车期间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导车扶正 如果以导车扶正为例 左边的导车 想当我们就是在车子车中心的左边 然后蹲下 同时以右脚大腿出力 以及左脚脚尖 以及小腿向上发力 而旧车不一样 旧车以身体的重心由上而下 其实就可以很容易推勤 同样是状况排除 对身材娇小的女性士官兵来说 要驾驭这辆野兽 得花更多时间找出诀窍 开始都是找不到重心 然后一下子就倒车 坐正 尽量让它不要晃动 旧车的是在 它的重量 重量是在龙头 新车的话 它的龙头是固定的 所以它的只有手把的重量 所以骑起来 新车的手把会比较轻很多 熟悉操作越快越好 因为展演能一次次反复排练 但敌情不等人 白色车身一分钟之内改头换面 代表着任务从礼兵变战备 宪兵重机的新配件 陈世迷彩尾装套 首度曝光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机车连遭到整并和缩边之后 最后再以快速反应连的名称 重新复编 就是因为被赋予了 城镇位数 快速打击 以及征搜任务 快返林官兵 骑着重机船锁向盗 配备提供要步枪和红车火箭弹 打带袍 特别是近几年 防卫作战不断强化首都位数 和关键基础设施防护 使得宪兵训练更着重 如何在城镇和敌军短兵相接 也让车型选购一度备受质疑 就算换上迷彩外观 过去宪兵采用重机 就被怀疑车身较低 不适合行驶在战场残破路面 然而换装车款有着类似问题 从任务编组和训练结传补短 尽可能的强化火力 跟续航力是宪兵目前隐隐之道 如果是在战时的情况的时候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会有油料 可以实施随意的补给 那在这部分就可以增加巡航距离 每个月配合2390的战术征询 那本年的负责任务 最主要是以战场征收为主 就等同于是部队的眼睛 那本年的机车就是可以在向道 侠弄中来实施一个战术机动 然后确保这个甲车主次要路线的畅通 国庆典礼快返连是否能以全新的样貌 和民众见面还在协调之中 官兵为了迎区开放的初登板机会 和新型重机持续强化默契 新的气象也是新考验的开始 TVBS新闻 谢贤希 叶玉甫 桃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